大家好,这一段影片会说明天的三十一日星期日的沙田日菜,我的四川十五位置Q的过关心水,欢迎大家买10元头注一下,博一博,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点赞我的影片,赞好,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 这一段影片就先讲我的四川十五位置Q过关的头关,头关选了第二场赛事的五班千四,这一场我喜欢三号的都市神话,和六号的辣德嬌,先讲都市神话,其实这一只跑千四沙田,整天都跑得好,他就虽然虽然,得个位置,又跑不到win,赢不到的,跑了三十一场也赢不到,跑到七岁也不会赢的,这一只马,不要紧要,我买一位置Q, 最后都是贪他整天跑位置,落到五班,还是很准的,今季跑了两场而已,九一复出那一场就当他热身,跑了一场之后,提升了状态,再跑1月10日那一场,就跑第二名,那一场也是跑得很好,马和骑士也是,入到直路拿正的平衡才冲,也把握法力点很好,但是也是输的,跑第二名,输被合伙了, 叫做那一场又是一贯他中心的发挥和水准,入到Q,今次选他,我也不看他赢了,因为真是很难赢的这些马,只不过对手我觉得一来弱过上一次的,第二,继续配周俊乐 你比周俊乐跑,不用什么重磅,这一样东西已经好处了,减了7磅,125磅,不要说轻飘飘,没那么重磅,尤其是这一只马是1000磅松一点的马,太重磅可能扎死这只马,会跑得没那么好,所以这些马今次继续配周俊乐,有他的好处就是减磅 第二样东西,继续排好档,今次排一档,照计应该就没问题了,我觉得在整场的形势方面,他会有遮挡,追一段仔也会好跑的,所以今场都市神话,我就觉得他是在这一组价位稳健的一只,但是呢,我也是那句,我不会看他赢的,因为真的没赢过, 其他马又说再选择,我就喜欢六号的辣德嬌,因为这一只马,就叫做,还是年轻,还有进步空间,其实他还未是很健康的,还有神粗不是太吸引,因为他比较细小一点,较细小一点,不过叫做,落代五班那一场已经是上到名了,那一次其实我也有说过,我是喜欢这一只马,有推介过的,那次跑第三个一场,那我追得好,那场赛事其实就输给红尊勇士和明月星辉 两只马都是五班的头马来的,所以那一场其实跑得好,还要在埋面有些塞车,第一铺跑而已,那一场已经跑得好,那一场已经跑得好,那接着再跑下去,这些这么小的马,其实我觉得不够一千磅的马跑沙田大场是输失的,不够蹬位,如果去到最后斗爆,一定是不够人斗爆的,所以一时小小的马就麻烦了,上一次排了一个外档,立刻都不行了, 因为这些马,跑了一个十一档,结果那一场,输成七个多马位的,今次又怎样呢,一来,排档漂亮了,排了三档,第二样东西,格够先来跑,他比一只都市神话,跑少一场的,他没有跑一月那一场,格够一个月,在重发回到够粗,够试买,杂先铅出来跑,我就觉得会好些,因为这些马,博得不多的, 也不能够跌太多,因为九百多磅,如果你说跑得粗,他可能会跌绑,又要维持着那些绑,今次叫做好些,粗得粗之余,绑也能保持到的,没什么大跌,所以今次呢,都要趁着跑得少去跌的了,如果不是的话,可能又会有一些伤患的问题,或者一只马又要休息,因为小只,今次我觉得形势上三档也是好跑,以及应该呢,是会受伤患的问题,或者一只马又要休息,因为小只,今次我觉得形势上三档也是好跑, 因为这场赛事,不多马走,比较少马走,如果你在外档再亏,就会难跑些,B加伊兰又是会利内跌会多些,所以这次我也会叫,只不过有一件事担心的,又是怕未必赢得,就是吕建威和波剑士的合作,都是只有一个第三,合作了约摸10次左右,这件事也导致我为什么我只是买位子Q的原因,所以今次我就博了这两只,三和六的头关, 次关赛事,那就是第四场,四班千六,这一场赛事我喜欢两只马,10号双折棍,13号复升高照,先说就是13号的复升高照,这一只马我很喜欢它,其实上次我也喜欢了,因为一只马够大狗,和慢慢开始收身越来越好,其实状态是慢慢冒起的, 上一场跑过去跑谷草1650,都跑得好的,这么大只马,过千二磅跑谷草,还要第一次跑,通常都跑得不好,会轮盡一点,但是上一场跑得好的,那一场赛事,跑过第四名一点都不输赢的,看回对手,马尔代夫,那一场就输给马尔代夫,哄火龙,机缘巧合,那一只马不差的,都是一只谷草好手,那他第一次跑谷草,都跑到 第四名,其实跑得不差,只不过这一只马,似乎没什么加速力,较为均速一点点,所以他可能,还要跑大场会好些,长直路被他步步揽,因为他大只,他揽赢你,反而他斗爆,他又没那么厉害,那我们再看这场赛事,隔了三个几星期,中间操练正常的,转回沙田跑大场, 我觉得这些大只马都是跑沙田好些,会比谷草好,再加上这场赛事,再看形势,一来,你看到两只重磅马,零零射射什么特别重的,130磅留上两只马,然后那些全部124磅留下,换言之,轻磅马和重磅马的负磅差距拉多了的时候,会对重磅马更加输赤的,所以我会收回一些轻磅少少的, 那福星高照今场挣115磅,那就够了轻磅了,还要这一场你看看,没什么放头马,他是其中一匹的前置马,可以赚一些形势,那扒一个白档,最重要是走三位,不要运了这些马,给他开顺步,靠大布篮,这一场赛事都会挺好跑的,所以对手不多,也都是揹着轻磅,配上巴道更加硬正的情况下,今场赛事我会继续要他的, 那容天彭马防,刚才选了的都市神话这一场,再选多一只福星高照,好,说完福星高照,刚才说过,喜欢一只双字棍,这一只双字棍,今次我喜欢他什么呢,休息回来跑,你看他今季的出赛表,九月到现在,两个星期跑一场,十日跑一场,两个星期跑一场,跑得很迷的这一只马,你又要留意一下他的磅,一千磅松一点,细细的,不太耐薄, 还有他之前是有一个很严重的伤患的,所以其实呢,这么迷跑的情况下,这一只马根本是需要休息,那结果上一次跌磅压,因为很迷跑,那跑得第六名,跑得一样的,所以都要给他休息,是明智的决定,那今次给他休息一样好的,一来,休息,一来,休息,先儲三十多磅,升红,这一件事很重要的,小小马升红, 证明身是撞了的,第二件事也是可以留意的,就是今次,亦都试习纱才来跑,做到足处的,到最后的粗练又拍,然后到香港,再试谷草宅,再跑,整套粗练正常的了,健康没问题的,反而给他休息一处,再和你拼是会更加好,今次跑1600米,没问题的,赢过的这个路程,OK,还有呢,其实, 来周三那场谷草1650,马防没马报名的,看来他想跑这一场多些,因为他可以选择,他可以跑谷草也可以,沙田也可以,他又抠了这一场来跑,所以我觉得这一场赛事,他又排了一个陆档,也好跑的,对手刚才说过,不算太多的情况下,背着120磅也比较轻磅,我觉得这一场赛事他进回头三应该没问题的,所以双智棍是我这一场的第二批选择, 状态保持得挺好的,反而休息一会,对这一款体力的恢复和阵相的表现会更加好,好,说完这一款双智棍和福星高照,第三关,第六场赛事二班千四,但这一场我喜欢一只极速王,三号的极速王,和二号的非凡才子,三号的极速王,其实这一款是中心铁马来的,中心读不得了,基本上, 长期都能进入到头几名的,这次他跟刚刚不同马房的双智棍一样,让他休息到够跑,我觉得是好事来的,因为他也是拼多了,今季,其实和高大威猛,起风簿,那些捏都捏得挺劲的,所以要休息,这次休息到够跑,我觉得他的体力恢复得挺好的,这次就特意上重发, 较少了一个月,回到够跑,其实他保持绑量、体力,经常够的,这次选择合马都会跑的,今次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之前对高大威猛,起风簿那些是很猛的对手,这次一场是弱了的,对不对? 90分以上都是那三只马,不然之很多马都是低分马,对不对? 对手是弱了的情况下,他背着中绑跑,这一场会挺好跑的 希望他先收拾一场,因为始终我都觉得我很喜欢中心铁马 整天跑头三,拿去做胆子会很温,所以这些马我都内心希望他赢回一场 而且事实上,赛职是有支持的 另外就是非凡才子,这一马也是才子,我觉得他是天才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他在容天棚的时候 第一季跑得这么好,然后已经拿了几分 其实我觉得他已经很厉害了 后来当然是因为健康问题,这一马气管经常有血 呼吸又不太相信,所以有点耽误了他的前途 今季再跑下去,其实一来出赛频率正常,应该健康好些 二来他跑1400好些,因为1600很顶口 整天留不住 顶口的时候呼吸又不顺,又出事,有血 今次跑1400继续,而且继续是不用重磅 因为有减磅,减7磅走,边伤和上次差不多磅 最重要是继续排好档 继续跑1400,步速拉快点,让他走得顺 其实最重要是走得顺,这一马走得顺 隔三个星期再跑,难得健康正常 还有绑减的时候,今场赛事有快捕捉 美丽飞凡,美丽夫,满分,两只美丽都会走 然后增添那两只,开心好玩,好好学习,都应该对的 所以今场我就拼一只后赛,两只都是后赛,就是飞凡才子 希望他一跃早都会跑得好 最后一关第八场赛事,这一场有四班千四 很简单,我们全人马胆先,很有利 因为今场赛事,执回了领档,跑千四 上季两场头马 近这两次田太安怎么跑,昨天都骂到他飞起了 一场就突然就放头,后上马就放头,不知道他跑什么 上一局就全程外游 那就拜拜了 今次就排了领档,还有排了领档也没问题 那我就会先要他 这一只马也是在这一场 小数有两圈的千四米的马 而且,它是有形势的今场,排了领档,二档,好跑的 另外一只马,其实我在想要仍然赢,还是果然有 因为两只马,其实我之前都做过全日马胆赢过 我在想选哪一只,最后选了果然有 原因是什么呢?第一,继续援柏 他瘦样仍然赢6磅 第二,其实今次莫雷拉继续跑 我就觉得,因为始终莫雷拉的稳健性比潘顿好 潘顿那些有时候输了也不知道什么事 死了也不知道什么事 所以选回莫雷拉 第三,果然有其实上一次也追得挺好的 其实我想这一只马四班排十二档很难跑 但是上一次跑得挺好的 因为那一场赛事,其实不是很厉害后想的 而且他本身也不是一只大后想的 他跑得好的时候,跟着第三位 然后一标就标了 他是稍稍稍稍的 但是上一次有些进步的这一只马 在外面虧一些位 然后回到来追很多跑的第三 你看看那一场哪有马好像他追得那么厉害 很多马都是守在中间或前面的马 回到来的 连累工作回到来放头第四 他是很少有很少数的一匹马可以后想追那么多 所以今次这一只果然有 我会要回他的 毕竟也是一只 五班上四班而继续有表现的马 这些马可以继续要 状态保持得好 这一场八档不会留那么厚 因为这一场没有马走 他赶回前这四五位 八个二碟漂亮位 应该跑得好 既然状态继续保持得好 亦都跑回这个最首班的路程 今次排档有好转继续莫里拉 以及背回我继续续续续续续 所以我会继续要的 好,那最后我展示表给大家看 让大家容易投注 我都讲到这么长 大家未必记得我前面买什么 这里就画个表 看回大家 头关第二场 这一场是三号的都市神马 六号的纳德叫 次关是第四场 这一场是十号双子棍 十三号复星高照 第三关是第六场 二号非凡才子 三号极速王 至于到尾关 我就喜欢那一只好有利 和果然有的 好,这一段片长了一点 不好意思,说到这里 祝大家明天好运 我们下次再和大家聊 今集说到这里